在一代故事结束的一年后 也就是童笙养父继日的时候 童笙就带着小儿一起去墓地 祭奠了下养父封建新太郎 以及小儿他妈 也就是童笙的女友尤美 还有他以前的好兄弟景山 等他们扫完墓后 东城会五代墓四田 却突然出现在墓地 说东城会现在积贫积弱 他打算去和金江联盟的老大结拜 防止东城会被金江联盟吞并 不过他一个人拿不定主意 所以就特地过来请童笙给点建议 虽然童笙听后 对东城会的现状感到有些惋惜 但他还是表示他已经喷洗手 所以拒绝了五代墓的请求 可就在童笙打算带小儿回去时 金江联盟的杀手却突然出现 一枪击中了五代墓的手臂 童笙见事态严峻 于是立即让五代墓快跑 而他自留了下来将杀手们击退 但战斗刚结束 一个躲起来的杀手却突然从暗处冲了出来 紧接着五代墓就一个剑步上来 替童笙挡下了子弹 等童笙击退杀手后 五代墓就倒地不起 然后他就把和金江联盟的结拜信交给了童笙 随后就停止了呼吸 这之后童笙就前往了东城会总部 并和代理会长唐岛弥生 也就是前唐岛祖老大的老婆 一起上了接下来的对策 因为唐岛祖老大是紧杀杀的 所以大嫂对童笙并没有什么偏见 大嫂问童笙接下来该怎么干 童笙说他要干两件事 第一是带五代墓的结幕信 去和金江联盟和谈 避免引发帮派大战 而第二则是去把唐岛祖老大的儿子 唐岛大悟找回来主持大局 因为他觉得在场的各位都是垃圾 虽然在场的其他组长 都觉得童笙有点侮辱他们的人格 但大嫂力挺童笙 拔刀说服了不服的人 让童笙开始了他的计划 童笙离开总部后 一个剑部就杀到了城市厅 然后一顿英雄救美救下了一位女士 接着从女士口中得知了大悟的下落 最后在酒吧找到了不务正言的大悟 大悟的小弟看到童笙后 上来就想欺负一下童笙 于是童笙就把他们带进了小巷 欺负了一下他们 事后大悟就走出来叫走了小弟 并表示自从他老爸唐岛忠明死后 东城汇就一落千丈 金飞昔比 他现在已经看破红尘 就想当一个废物 不愿过问江湖之事 童笙听后 二话不说就给了大悟一拳 然后用武力治好了大悟的抑郁症 让其明白了复兴东城汇的重要性 不过当大悟得知 童笙要去和金江联盟和谈后 他也主动加入了队伍 然后二人就一起前往了大阪 等二人到了大阪后 大悟就先回宾馆去休息 而童笙则来到了真老以前的店里 打算好好放松一下心情 当当童笙刚坐下后没多久 他就被旁边的人吸引了注意 一个小弟模样的人在夸赞老大时 因为用了关西之龙这个称号 所以被老大用酒瓶抱了头 童笙觉得关西之龙还挺有意思 于是他也跟着念了一遍 然后他就被这个老大的手下拦了下来 最后迫不得已把他们抱坐了一顿 事后这个老大看童笙很能打 于是就非常开心 打算请童笙过来一起喝酒 然后他就自爆家门 说他是金江联盟老大的儿子 香田龙丝 绰号关西之龙 等童笙介绍完自己后 关西之龙就说 他很讨厌别人叫他关西之龙 因为龙本该只有一个 暗示他和童笙只有一个人可以被称为龙 然后他就诡异的离开了童笙 这时候时间很快就到了第二天 童笙和大悟一起抢往了金江联盟的总部 见到了金江联盟的老大香田人 也就是龙丝的老爸 以及金江联盟的两个高级干部 他们分别是黑眼镜和黄眼镜 然后黑眼镜就说 刺杀东城会五代目的人 应该是关西之龙的手下 而黄眼镜则突然甩出扇子 说开会太无聊了 接着就直接离开了会议现场 紧接着金江联盟老大就无奈的说 金江联盟虽然很大 但他儿子关西之龙和黄眼镜 都很不服从管理 不过除了他们之外 金江联盟的其他人都很爱好和平 所以当同时把结盟信 交给金江联盟老大使 他很快就答应了 前往东城会总部进行结盟仪式 但就在这时 关西之龙却突然带人赶到了现场 并把金江联盟的高层 以及他爸全都挟持了起来 接着关西之龙就说 他要干两件事 第一是阻止结盟 第二是干掉同生 然后他就拜小弟朝同生发起了进攻 但却很快被同生的一顿乱锤 干趴在地 战斗结束后 大悟就向关西之龙发起了挑战 因为关西之龙曾经陷害过大悟 让大悟白坐了五年牢 而同生则赶忙杀出会场 前去营救被挟持的金江联盟老大 不过当同生刚救下金江联盟老大 他就看到了被坐得鼻青脸肿的大悟 于是他就让大悟带金江联盟老大 去东城会进行结盟仪式 而他则留下来和关西之龙决一胜负 关西之龙作为本作最强的敌人 实力的确不容小觑 同生只要和他硬碰硬 就会遭到他的疯狂反击 而且就算你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术 也很容易被他破解 但只要你多带点武器 或者灵活的应用蓄力攻击 击败他也就只是时间的问题 战斗结束后 大班警察就赶到了现场 然后一个名叫霞山君的女警 就以蓄意伤害罪把同生给靠了起来 但那女警带同生离开金江联盟的总部后 他却替同生解开了手铐 理由是女警接到了上级的命令 他是专门来给同生当保镖的 因为同生一死 绑派和谈就会失败 警方不想看到这个结果 所以就派女警来保护同生 可就在这时 远处的狙击手却突然朝二人扣动了扳机 导致女警重担受伤 事后女警就让同生把他送到一个特殊的小吃店 让老板娘处理好了伤口 然后老板娘就说 他是女警的养母 并和同生聊了回天 这之后同生就在女警的见义下 查出了开枪的狙击手 是静江联盟黑眼镜的手下 也就是说静江联盟里的黑眼镜也是坏人 不过等同生调查完 回来查看女警时 她却在门口听到了女警和养母的谈话 得知女警表面上是接到命令保护同生 但实际上 她是怀疑她的亲生父母被东城会所杀 所以她是想借同生之手 查出父母被杀的真相 这之后 同生就接到了女警上级的电话 女警上级说 一个韩国帮从警察手里 把静江联盟老大和大物抢了过去 并把他们带到了东京的神事厅 所以同生就赶忙带女警一起抢往了神事厅 去营救被绑架的金江联盟老大和大物 但二人刚到神事厅 女警就因伤势还未痊愈 差点昏了过去 于是同生一把就把女警给抱了起来 然后把她带到了荒废的利奈姐酒吧 让女警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 安装好女警后 同生就再次忙着去救人 并被一个神秘人 以想救大物就来找她为由 骗到了一个楼顶 然后在这里见到了叫真警察和他的同事 以及两个一模一样的牛郎店长 紧接着叫真警察同事一眼就看出了 假牛郎店长和他的阴谋诡计 所以拔枪就要干掉这个假货 但叫真警察却觉得无凭无据就要杀人 实在有些离谱 于是就赶忙着同事住手 可就在这时 假牛郎店长看出了破绽 于是拔枪一堆乱射 击伤了真牛郎店长 还有叫真警察的同事 然后假牛郎店长就给众人说出了他的计划 说他打算伪造四人相互杀害的场景 他杀警察是因为警察最近在调查韩国帮 他杀同事是因为韩国帮和关西之龙有合作关系 而至于杀牛郎店长 则是因为牛郎店长和他长得很像 非常适合当他的替死鬼 假店长虽然很聪明 但他的话却很多 他完全可以不说这些直接杀死大家 但他非要说这么多废话 所以他很快就死在了最后赶到的女警手里 然后大家就赶忙离开现场 把伤者送去了医院治疗 之后同事就去千禧塔找到了传说中的情报商 并在他的帮助下找出了大物的下落 最后杀进了关系之龙手下占领的废弃澡堂 终于在这里就下了被绑架的大物 事后大物就告诉大家 说他和静江雷蒙老大 是被一个名叫真权派的韩国帮绑架的 因为韩国帮和关系之龙有合作 所以他才被移交给了关系之龙 也就是说静江雷蒙老大现在也在关系之龙手里 但在场的夫妻祖二代目百慕大哥听后 就说这个韩国帮早在20年前就被堂脑祖灭了 也就是说现在的韩国帮 很可能是那时候的幸存者重新组建的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女警听后于是就坚信只要找到韩国帮的幸存者 就能了解到亲生父母被杀的真相 所以当他和童笙一起来到大阪营救静江雷蒙老大时 他就去拜访了一下他的上级 从上级口中得知了韩国帮幸存者的下落 但上级得知女警要去查韩国帮的幸存者后 他就停止了让女警保护童笙的工作 由于是韩国帮的人心狠手辣 他不想让女警陷得太深 可对女警来说 不能当童笙的保镖 就意味着失去了童笙的帮助 所以当女警得知没有正当理由继续跟着童笙后 他就气得拽门跑出了房间 来到街上后 女警为了解气 就去阻止一些流氓犯罪 但没想到他却遇到了一群想要非礼女警的大胆流氓 不过就在流氓们即将得手之际 童笙却突然出现 不仅把流氓抱住了一顿 而且还让女警明白 就算没有上面的安排 童笙也会继续帮他寻找真相的 可能从这时候开始 女警就已经爱上了童笙 所以当他和童笙一起在街上吃了章鱼烧 打了高尔夫 抓了小熊娃娃后 他就暗示童笙 今晚想留下来和童笙深化一下感情 但由于童笙太老实 以为女警正是害怕他会逃跑 所以才粘着他 因此童笙就打发女警赶紧回家睡觉 他保证他一定会帮女警查出他父母被杀的真相 一个无聊的夜晚过去后 童笙就带着女警去找了韩国邦的幸存者 从幸存者的口中得知 当初韩国邦的幸存者中 的确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 而且那个女人还是韩国邦老大的夫人 也就是说女警的父亲 很可能就是当时被童笙养父干掉的韩国邦老大 不过还没等幸存者把话说完 韩国邦的杀手就冲进了店里 想要把幸存者灭口 理由是这个幸存者和警方合作过 出卖了韩国邦 虽然他们不是童笙的对手 但当童笙把他们击败后 他们却强撑着最后一口气 用飞刀干掉了幸存者 事后得知女警可能是韩国邦老大的女儿后 童笙就也告诉了女警一个惊人的秘密 他说韩国邦老大被杀时他也在现场 童笙养父本来已经和韩国邦老大谈好 要放了他们 但当时童笙担心韩国邦老大会使诈 所以他就冲进了房间 让韩国邦老大误以为童笙养父要使诈 导致韩国邦老大打算干掉童笙 所以童笙养父为了救童笙 就无奈地干掉了韩国邦老大 因此杀害女警父亲的真正凶手 其实是年少无知的童笙 说完真相后 童笙由于内疚 就让女警杀了他替父报仇 但已经爱上了童笙的女警 怎么可能下得去手 所以女警最后就默默地离开了童笙 女警走后 童笙就一个人在河边待到了晚上 但这是黄眼镜派来的街友 却趁着童笙帮他剪瓶子时 给了童笙一刀 不过好在童笙命比较硬 也是趁着最后一口气 走到了女警家的小吃店 这才大难不死捡回了一条命来 就在童笙和女警的关系陷入僵局的时候 女警的养母却留下了一张字条 说女警的亲生父亲其实没死 这才缓和了童笙和女警的关系 紧接着童笙就接到了一个神秘人的电话 说他绑架了教证警察 让童笙速来神事厅的千溪塔 得知队友有难后 童笙就火速前往了千溪塔 并在情报商的办公室 见到了韩国帮的另一个幸存者 以及被绑起来的队友 韩国帮幸存者让手下亮出炸弹后 就说今天他一定要炸了这里 替26年前惨死的兄弟们爆出血恨 但就在这时 教证警察的同事却带着女警养母赶到了现场 并很快把韩国帮的幸存者控制了起来 韩国帮幸存者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 于是就爆出了一个猛料 说女警的亲生父亲 其实就是这个教证警察的同事 紧接着韩国帮幸存者 就趁机反杀了教证警察的同事 把他击倒在了地上 就在韩国帮幸存者要中劫女警他爸时 同身赶忙冲了上去 与韩国帮的人干了起来 他先是踢死了韩国帮的小弟 然后一膝盖顶死了韩国帮的幸存者 战斗结束后 女警他爸就说 26年前 唐老祖在灭韩国帮的那天 他意外的救下了女警他妈和女警他妈的孩子 然后二人就搞在了一起 生下了女警 后来韩国帮得知女警他妈背叛韩国 给日本人生了孩子 于是就派人干掉了女警他妈 所以女警他爸为了保护女警 就把女警交给养母抚养 而女警他爸则一直在寻找韩国帮复仇 然而虽然大家知道了 女警是他妈生的第二个小孩 但他妈生的第一个小孩的身份始终是谜 不过等安葬好女警他爸后 大家从韩国帮幸存者的身上 找到了一张数据盘 并把数据盘交给了女警 让他去破解里面的信息 之后童笙就去医院探望了下牛郎店长 结果从牛郎店长的口中得知 他被韩国帮绑架期间 听韩国帮的人说 韩国帮在神社厅的地下埋下了几十颗炸弹 原来向日本人复仇 等大家把炸弹的事告诉警方后 警方就以证据不足为由 拒绝了调查炸弹 而这时神猪鬼末的真导却突然出现 不仅用头砸好了神社厅的监控系统 而且还用他的直觉式拆弹法 拆除了所有的炸弹 而当大家在忙着拆弹的同时 关西周荣也正式开始了入侵神社厅 不过当童笙把关西周荣的手下击败后 童笙的刀伤却突然复发 关西周荣看童笙不是完全体的状态 觉得击败他没有成就感 所以他就让童笙回去养伤 等养好伤在去工地的楼顶和他决战 等童笙养好伤 来到楼顶要和关西周荣决战时 没想到破解了数据盘的女警 却先一步抵达了战场 女警劝关西周荣收手 因为根据他破解的信息来看 关西周荣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女警他妈的第一个孩子 也就是女警同母异父的哥哥 见关西周荣不幸 金江联盟老大于是就说出了 他和女警他妈的故事 总之女警他妈和金江联盟老大 在一起过一段时间 是金江联盟老大收留了关西周荣 但关西周荣脑子里只想干掉童笙 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 所以童笙只能甩开外套 和关西周荣展开了决战 关西周荣的刀带有范围攻击效果 所以想靠躲避后还击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正确的打法是使用武器的热血动作 比如说手枪之类的武器 但当童笙战胜关西周荣后 事情却并没有结束 一开始死掉的东智慧五代目 不仅突然炸尸 而且他还说他是整个世间的幕后黑手 搞了半天他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韩国帮幸存者中级别最高的那个 他之所以假死让童笙去找金江联盟和谈 就是要引发帮派大战 借此毁灭东晨慧 以报糖老祖灭了他们的帮支持 除此之外 他也准备了一个超级炸弹 只要他战胜童笙后 引爆这颗炸弹 那整个神势厅就会化为火海 让复仇的效果达到顶峰 然后他就带韩国帮朝童笙发起了进攻 战斗开始后 童笙接着拔刀一顿乱砍 见面了韩国帮的小弟 然后一顿乱锤就干死了五代目 当当童笙战士五代目后 故事却依然没有结束 因此在打酱油的金江联盟黑眼镜 不仅突然出现 而且还一枪打中了童笙的腰部 搞了半天 黑眼镜也一直在勾结韩国帮 不过现在韩国帮已经被童笙干费 所以黑眼镜一枪就碰了没用的五代目 并无情地干掉了自己的老大 理由是他想继承老大的位置 吞并东城会 成为最后的大赢家 女警见黑眼镜这么坏 一个肩膜就冲了上去 被黑眼镜控制了起来 不过就在黑眼镜打算干掉女警时 一直躺在地上回血的关系之龙 却突然挺了起来 对着黑眼镜就是一栋乱射 然后和黑眼镜正面对枪 最后让黑眼镜累了盒饭 解决完黑眼镜后 关系周容就再次和童笙展开了决斗 并再次被童笙击败 然后他就对女警说了一些暖心的话 最后结束了他极端的一生 但关系周容死了后 故事居然却还没有结束 五代木的地势炸弹的倒计时即将结束 整个神势厅都即将化为火海 不过当倒计时结束后 炸弹却并没有引爆 原来五代木其实根本不信任黑眼镜 早就料到黑眼镜会过河拆桥 所以他早就拔掉了炸弹的隐信 其实本作除了上述的女警故事线之外 主线故事里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线 比如说近江联盟的黄眼镜 东城会里的星辰后二 还有真道雾朗 以及小遥等故事线 而且当你通关本作后 还可以解锁真道雾朗视角的三张故事线 这些故事线是和女警故事线 参加在一起进行的 故事推进的速度非常拖沓 光在游戏的结尾部分 就设置了三四个反转 连最后的炸弹 也非得设计一个没意义的反转 总之如果把所有的故事线 就说了出来单独讲解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真道雾朗的故事线 童人在被神秘人告知去楼顶营救大雾时 也就是遇到真假流浪店长之前 他抽空回了一趟总部 把情况告诉了大嫂 大嫂担心童神一个人去不安全 于是就拜托锦山组的二代目 信腾号二帮忙 他就被信腾号二以童神杀害了一代目 锦山为由 拒绝服从大嫂的命令 导致大嫂手下无人可用 所以大嫂为了解决用人问题 他就拜托童神去把转行的真导请回族里 之后童神就来到了街友公园 发现这里不仅变成了工地 而且真导也已经转行成了建设公司的社长 真导说他现在正忙着建造神事厅第一的大楼 不过当真导得知 童神是要请他回东城会后 他也并没有拒绝童神 而是要求童神在他的竞技场联姻三次 等童神在竞技场联姻三次后 真导就答应了童神的请求 所以后来当进江联盟的黄眼镜来神事厅抢地盘时 真导就挺身而出 一个人就干翻了黄眼镜的大军 另外童神在拜访真导的期间 他还得知真导建设公司的敌对势力 经常来真导的工地闹市 所以童神就扮演起了指挥官的角色 组织真导的员工 抵抗敌对势力的入侵 简单来说 这就是一个RTS类的小游戏 普通的敌人很好对付 南山的敌人也只要派人为欧即可 本作的主要敌人除了关西之龙和韩国帮之外 金江联盟的黄眼镜也算是一个大反派 他不仅勾结锦山组二代目的心疼浩尔 让其在童神不在的时候 带手下占领了东城会总部 而且当浩尔占领总部后 浩尔还出现大嫂的美色 想让大嫂成为他的女人 不过当童神回到东城会总部后 他很快就被童神击败 最后死在了大嫂儿子堂倒大沃的手里 而至于黄眼镜本人 他在游戏后期越来越膨胀 竟然绑架了小游 主动把童神给引到了他的套娃城堡 最后不仅被童神干掉了大量的盔甲武士 而且还被童神打死了两头猛虎 等他的实力被童神消耗得差不多后 他就被关西之龙落井下石 成为了刀下王魂 好的 童神篇的故事说得差不多后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真导篇的故事 本作的真导篇很短 只有三张故事 而且内容非常简单 简单到真导连个升级系统都没有 只能靠不停的砍砍砍来通关游戏 真导篇的故事线设定在同生篇之前 说的是伍代木打算改革东城会 一切向前看 简单来说就是谁为东城会赚的钱多 那他就提拔谁当东城会的老二 伍代木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他带来的两个手下 刀八哥和斯文哥赚钱最多 所以他是想把老二的位置留给自己的亲信 但就在伍代木的计划即将成功之时 靠别人抵债获得值钱地皮的真导 却突然带着一车钱来到了会议室 把伍代木吓得立即改口 说之前他说的不算 暂停了东城会的改革 等真导看完会回到组里后 他发现他的手下被刀八哥的人欺负 于是真导就赶忙前往了刀八哥的事务所 结果发现刀八哥被人暗杀 真导就这样被人陷害成了杀人犯 事后真导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他就找到了搬到千禧塔的情报商 不仅从情报商的手里接下了街友公园的地下 而且还得知陷害他的人居然是给他开车的小弟 之后真导为了寻找小弟 就根据线索来到了大阪的苍天窟 在这里寻找小弟时 不仅见到了当年对手店里的经理 而且还遇到了当年小阳光俱乐部里的头牌小雪 最后等真导调杀到按摩店的时候 他为了搭谢老板娘提供情报 就在这里做了一个按摩 可按着按着 事情就开始变得不对劲起来 因为给他按摩的人不仅和当年的木村是很像 而且连技术也是一模一样 本来真导还觉得这只是巧合 但当真导看到按摩师的手表后 他才恍然大悟 身边的人正是他当年心爱的女人木村时 因为木村时一直觉得亏欠 当初舍身帮他把生活拉回正轨的真导 所以即使他和别人结婚孙子已经过去了十几年 他依然还是想亲眼见一下真导 和真导说一声谢谢 等真导按完后 他和当年一样 依然没有告诉木村时他的真实身份 然后他就根据线索找到了小弟 并在将小弟击败后 得罪了陷害他的魔后黑手其实是眼镜哥 而且眼镜哥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晋江联盟的人 等真导把眼镜哥击败后 眼镜哥由于无法接受失败 所以自禁而死 因此真导就得罪了晋江联盟 然后真导为了避免引发帮派大战 所以他就当着晋江联盟高层的面 宣布解散真导组来谢罪 这才暂时平息了帮派大战的发生 不过之后真导并没有自暴自弃 而是带着手下们戴上了小黄帽 开始进军建筑行业 虽然手下们以前都是黑道 不懂怎么盖房子 但真导却告诉他们 说盖房子上网查一下就行了 于是真导建设公司就这么成立了起来 而在故事的最后 当牧村是和丈夫孩子打算移民海外时 他意外地打开了店长转交给他的盒子 在里面看到了手表上的圆满表带 然后他才突然醒悟 原来按摩店的那个蛇皮老哥 就是当年那个默默为他无私奉献的人 是真导建筑行业 戴曼西 啊 アタレ氏性格我始まるんだね 心残りでもあるのか 嗯嗯 ないよ 本当に あなたが 私たちの 愛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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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